孫德榮和小豬 髮夾腕大和解 歐地暗戳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我覺得孫總 畢竟也是帶我進這行的恩人 小豬力求2021年復出 大動作寫了千字 問到一反之前避他的態度 Cue到孫總性騷擾音韻 你為什麼要講性騷擾三個字 我人生最大的污點 我只是希望我死之前發文的清白 小豬發文表示自己從 我講過這些話背過背了20年 孫德榮也貼出 他和小豬的海報合照隔空回應 表示跟小豬透過好友聯絡上拉 透過微信對話1小時 把20年的心結意義解開 可是過去有新人士為了 利益從中作梗 求大家一同放過小豬 嘿啦 孫總對小豬的疼惜之情 10月就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 孫總來了中透露 那他的復出之路 你以一個超級經紀人角度 如果你幫他安排 你覺得他應該怎麼樣重新復出 我覺得他絕對有機會 因為這個行業 缺有才華的 你覺得繼續當偶像歌手 還有機會嗎 我覺得偶像歌手沒有必要 他已經當那麼久 而且演唱會也開到 利益 對 而且綜藝是最好賺 綜藝是最好賺 另外一個被小豬Cue的 當事人歐蒂 4號晚間在Instagram 發的動態聊 即時止损有多重要 4時的暗奉小豬大動作 挽回演藝事業 而小豬再度澄清 沒介入歐蒂和Makio說法 歐蒂也有回應 記得有一年訪問陳森大哥 問他宇宙有沒有鏡頭 陳森大哥表示 有就有 沒有就是沒有 嘿嘿嘿 網友馬上就聯想到啦 只能說天下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啊 究竟小豬重出江湖之路 是否還會出現新的操盤手 真相到底是什麼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